那也是呢 但是不要瞎口 不要急于为了完成你们的政治信念 获取你们的政治资本 来拿老百姓的鲜血 当你们的垫脚石 看一看 不要急 中国会有民主的一天 我相信很快 如果需要上街 如果需要流我们自己的血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退缩 真到了那一步 不用你选择 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领袖 所谓的意见领袖 你可以帮我们出出主意 但是不要说把人民忽悠上街 你们拍拍屁股跑 甚至你们根本都进不了雷地 在机场就被原机遣返了 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 多看一看 不要轻易地以为 学一进了 去上街游行示威 很快就能搞出一个什么颜色革命 茉莉花革命 这种效果 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 同胖们还是慎重一点为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